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中国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新闻 首先德国之声发表了一篇引人深思的评论 指出在当今世界谁掌握了人工智能 谁就可能主宰未来 随着中美科技合作的困境 和各国对科技民族主义的追求 全球科技竞赛愈演愈烈 未来的国力将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 接下来我们转向广州 最近的暴雨让这座城市遭遇了罕见的水灾 短短一小时内降雨量接近100毫米 街道上积水严重 商铺和车辆被淹造成了交通瘫痪 广州市民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感到震惊 许多人表示从未见过如此情况 最后我们来看台中国最新推出的游戏黑神话 悟空这款游戏在上线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但随之而来的确实对于言论审查的担忧 发行商对内容创作者的限制 引发了海外玩家的不满 并引发了对于中国游戏产业的热烈辩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报道指出 当前中美科技合作的停滞 反映了技术领域民族主义的迅速崛起 这种趋势正在加剧大国间的紧张关系 评论提到科学与技术已经成为新冷战的主战场 互信的缺失使得技术交流日益减少 早在2017年 普京就曾警告 掌握人工智能的国家将主宰世界 如今各国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的投资 试图在这一领域取得优势 虽然技术民族主义在短期内可能看所能保护国家利益 但从长远来看 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共赢 在中国婚姻登记的新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根据最新的草案 结婚手续将被简化至 只需提供身份证和签署未婚声明 这引起了网民的担忧 认为此举可能会导致重婚和身份诈骗等问题 同时 离婚冷静期的设定也遭到批评 很多人认为这将使得离婚程序变得更加复杂 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结婚人数大幅减少 反映出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变化以及经济压力的影响 同样德媒也关注到中欧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与欧盟的乳制品展台反补贴调查 而欧盟则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 双方的贸易摩擦引发了对全面贸易战的担忧 中国欧盟商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欧盟的保护主义做法将损害双方的合作关系 中国外交部也对此表示关切 强调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权益 随着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 未来的中欧关系面临严峻挑战 新岛日报报道广州近日遭遇罕见的强暴雨 短短一小时内降水量接近100毫米 造成多条街道严重水劲 商铺和车辆被淹 在天河路商圈工作的郑先生表示 他在这里工作近十年 第一次见到如此严重的水劲现象 暴雨导致交通瘫痪 尤其是在天河区和攀渝区 部分隧道几乎被积水灌满 许多商铺和居民的生活 受到严重影响 消防部门接到多起救援请求 出动了219名救援人员 营救被困人员29人 显示出这场暴雨给城市带来的巨大压力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俄罗斯防空部队近日击落了11架乌克兰无人机 乘莫斯科遭遇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表示 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地区的入侵 意味着在乌克兰被彻底击败之前 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不会进行谈判 这一局势进一步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给未来的和平谈判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德国之声报道 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发现了六具人质遗体 引发了人质家属的强烈反应 他们呼吁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签署结议 以确保其他背后人质的安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进行访问 努力促成以哈停火并推动人质的释放 埃及总统塞西警告称 战争一旦扩展 后果将不堪设想 呼吁各方应回归理智 重新使用和平的语言 人质问题的谈判将在开罗继续进行 显示出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的高度关注 新岛日报报道 近期中国军队采购网发布公告 西安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 因涉嫌围标串攻投标而被解放军火箭军 禁止在未来三年内参与其采购活动 这三所大学与军工研发紧密相关 西安工业大学是中国兵工妻子之一 西安交通大学则是国家重点大学 专注于飞行器设计和核工程等领域 此次禁令的实施时间为2024年8月16日 至2027年8月16日 显示出火箭军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决心 尤其是在高层官员频频落马的背景下 中央社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 强调这三所大学的禁令 反映了中共火箭军与装备采购部门面临的贪腐危机 随着多名高级将领和军工企业高层被查 火箭军的采购活动正受到严密审查 西安工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专业设置 涵盖了兵器科学材料工程等关键领域 然而此次事件将直接影响 党在军工领域的参与机会 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国防建设寓意重要的背景下 在体育领域 青岛日报还提到2024WTT澳门冠军赛的参赛名单发生了变化 樊震东 瓦龙和陈梦等中国乒乓球迷新宣布退出比赛 虽然有网友对此表示支持 认为运动员需要休息 但这也引发了对运动员状态和未来赛事表现的关注 WTT要能冠军赛将于9日至1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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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重要的世界排名气氛 运动员们的缺席无疑会影响赛事的竞争格局 看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前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里沙姆 特朗普成为以人忠目的反特朗普共和党人 他在演讲中揭露特朗普对支持者的冷卧 称他在医院探访时嘲笑他们为地下室居民 并强调他缺乏同情心 除了格里沙罗 前共和党政治策略师安娜·纳瓦罗 格迪亚利桑那州梅萨士市长约翰·吉尔斯 也发表了对特朗普的批评 纳瓦罗回忆自己逃离尼加拉瓜的经历 指责特朗普的行为与委内瑞拉的独裁者相似 而吉尔斯则表示 共和党已被特朗普的极端主义绑架 呼吁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之上 星岛日报报道 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发生了一起引发广泛关注的事件 一名女游客在排队游玩时 因上厕所超过20分钟而被告知需要重新排队 导致她情绪失控 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并崩溃大哭 虽然乐园设有厕所卡制度以维护排队秩序 但许多网友认为这个规定过于苛刻 尤其是在女侧排队时 评论指出 评论指出 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 乐园的厕所设施未能及时跟上 可能导致女性游客面临不便 呼吁乐园在管理上进行改进 德国之声报道前总统澳大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为副总统哈里斯加油 称他将为美国人而战 并将特朗普称为危险人物 他的发言引发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重申了民主党团结的决心 尼希尔奥巴马也在大会上表达了对哈里斯的支持 称其为我的女孩并提到希望的力量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密歇根州的造势活动中对哈里斯进行人身攻击 尽管党内人士呼吁他去交政策 收视调查显示民主党大会的收视率超过了共和党大会 显示出民主党在选举中增强的信心 德国总理孝尔茨也对哈里斯表达了高度评价 认为他将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 星岛日报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奥运期间接见了中国代表团的一些优秀运动员 包括游泳冠军潘展乐 网球冠军郑清闻和举重金牌选手李文文 郑清闻在与习主席的交流中感到非常开心 习主席主动提到他的名字 并谈到他在记者会上的发言 他表示习主席的话激励了他在比赛中拼尽全力 为国争光的信念高于个人荣誉 此外李文文在会面中被赞誉为女霸王 他也表达了对习主席的敬仰和继续努力的决心 德国之声则聚焦于六十八扇滑雪巨星斯腾马克在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的表现 尽管已经退役多年 斯腾马克仍在撑杆跳高比赛中跳过了三里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他的职业生涯辉煌无比 曾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中获得多枚金牌 尤其在1979年的世界杯高山滑雪赛中 以4.06秒的巨大优势夺冠 至今无人能及 斯腾马克的传奇经历和步驱的精神 依然激励着许多年轻运动员 星岛日报还报道了台湾青年钢琴家杨迪安的不幸事件 他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一场名为最后一次直播的演奏 结束后不久便从16楼坠下身亡 杨迪安在直播中表达了对音乐的热爱 但也透露了因手伤和家庭困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尽管有观众试图劝解他 但也有网民的挑衅言论让他感到更加绝望 杨迪安的悲剧引发了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并提醒人们重视身边人的情绪与心理状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整理的热鬼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